寿风乡的有机农业相当的著名 从一级生成到三级加工行销 推动产业六级化发展是有机小农 目前遭遇最大的问题 能够做到六级化的农业生产更是难上加难 从农地的取得到加工厂的设立 基金的需求等等 都不是一般农友能够突破的困境 而为在寿风乡自学村的浅草堂 是如何突破发展的困境 取得全花莲县第一张小农私人有机食品加工厂的执照 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浅草堂食品加工厂负责人周吉生的故事 浅草堂是花莲县最先由农民个人所成立的加工厂 主人是获得全国十大青农赎荣的周吉生 当初参加农民学院后开启重农的重景 而在取得农田耕作以及后续的食品加工过程中 却也看见了许多农民无法突破的困境 那我现在就做一个示范 因为我们这个是煮两年的所以它它它它比较它姜黄就比较大颗 它整个姜黄的组成 大约就是中间有一颗类似妈妈 旁边好像就类似是小孩这样子 我们打开之后中间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 像这个在中间 然后旁边就会类似长手 好像一个螃蟹一样 其实我原本也是一个一级农友 在那个我们东华游基专区做农业 那因为我们所种植的是保健类的作物 所以我们种植完之后需要加工 那花莲当时没有一个合法的加工 我们必须要送到西部去做加工 那到了西部之后来回的运费 可以加那他那边的一些规则 他们的数量都要做非常多 而且运费来回两趟 甚至三趟都要算到我们身上 做到最后的可能的农产加工品 它的成本都非常高 变成说我们再去销售是非常的困难 因为价钱已经来到很高的一个水位了 那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想说我们干脆自己做加工 我们产销班事实上约莫有100公顷 然后而且几乎每个班员 他们都有种这个保健作物 所以当时就开始申请农产加工事 那农产加工事一直从申请到盖 然后再到认证 总共就是花了 当时时间拉比较长 我们花了大概两年十个月 才把它完成 那时候也是成为花莲第一家的有机加工事 然后一开始也是我们只做我们自己产销班的 然后渐渐的很多人帮我们介绍 然后我们就是慢慢的越做越多 那越做越多我们以当时的法令是因为我们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 那现在法令比较宽松了 它现在可以在大概接近七十平的这个面积 所以我们之后又有我们又有在陆续在建制一个加工事 加工事然后因为法规有松绑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逐渐的升级成加工厂 那现在我们就是就是包含有机 HACCP 然后ISO2万2 那都有认证 那之后可能还会导入加工履历 那也会成为花莲第一个比较全方位的一个加工的场所这样 周吉生从101年开始投入设备的建制 直到104年食品加工一场才完成 并且也取得食品加工厂认证 他回想当初在花莲做食品加工时 碍于东部完全没有一间有机食品加工厂 因此他必须先将产品寄往西部的加工厂加工再寄回来 这一来一往增加了高成本的运费 让后端的销售价格失去了竞争力 他才坚持要设立专属于自己的食品加工厂 循环之后再将热水带出 然后再稀释 然后这边再继续抽水 然后再继续散热 然后再回到我们原本的层子 所以它是水冷的 对它是水冷的 然后除了低温状态 它最后做出来的品质就会很好 那一般高温都会破坏一些元素 以现在来讲的话 在申请有机加工室 它法令已经松绑比较多了 而且它面积也比较宽了 那以前像我们以前只能申请15坪 那现在已经可以开放到70坪了 200平方公尺 那在申请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些 我们首先是要到我们的乡公所 农业科去申请容许 容许完之后 它那边如果核准之后 我们再送到县府 那送到县府 那就到建管科 那如果是你对这个 这个程序不是很熟悉的话 一些农友 你们可以直接去找建筑师 这样可能 虽然是花了一笔专业费用 可是在你在你的申请上 可能会比较顺利 那如果你是全部都要自己来 当然也可以 不过我认为那个时间 可能会拖非常长 而且你对于法规的不了解 你可能在设定上会有问题 其实我们一开始 在申请加工的时候 也是因为很多状况不是很清楚 所以拖了稍微比较久 那我认为还是树叶有专攻 那你就交给专业的去弄 对那申请下来 如果正常的话 我认为应该一年左右 就会整个完成 花莲早期的食品加工产业 没办法做到从分装 设计 印刷到包装 一条龙的加工模式 充其量只能算是半成品加工 原因此 当时的前草堂 只能接东华有机产销班 生产的农产品 后来经过农委会等相关单位的介绍 逐渐打开了知名度 生产加工的项目 也才开始变多 花莲这边就是 小农特别多 然后少量多养 成为这边的一个主流跟趋势 那所以你在 一开始我们设定设备的时候 都要先考量进去 这个 它的弹性高不高 而且它的 它的妥善率好不好 这都是要考虑的 像我们以前也是 吃很多闷亏 也是花了很多愿望钱 不是设备买太小 就是实在是不够耐用 那就导致你后面其实都是白做的 那当然在做这个小农加工的时候 他们需要的商品其实很多了 那我们就是只能在闲暇之余 就是慢慢去测试 这个的 因为我们花莲大约 我这边大约有 有大概七八十种可以制作 可是真的在 常常在乱的 大概可能是十到二十种 那可是我们会针对部落区域的特别的产物下去研究 然后怎么制作 然后帮他们做一个后端的加工 我们是从先品 先品你来 然后我们就帮你制作完成 然后再到设计印刷 再到包装 其实你简单的讲就是 农产品来最后变商品 它不会有所谓的半成品 就直接到商品了 所以对小农来讲非常的方便 它省去了加工 设计 包装印刷 它一整串 我们就是全包了 这样子 前草堂以食品加工法规为最高原则来加工 相当注重食品卫生的前草堂 在产品一进到加工厂后 就是连贯式的做完 中间不会有任何停滞的情况发生 符合了食品加工的安全法规 前草堂在获得有机认证 ISO22000 HACTP食品安全管理认证后 拉高了加工厂竞争力 而当加工二厂的投入之后 产能加大 周吉生接国际单的梦想也跟着实现 其实现在政府其实有大力在推 那现在政府部门 尤其现在农委会自从上一次的那个政策开放之后 他已经我知道花莲场还有加厂次 让小农去学这个食品加工的 这个40小时的基本训练 好一些卫生条件 其实很多农友会以为这个加工很简单 事实上其实绝对不是 而且他门槛其实还蛮高的 他跟农业是完全是两回事 就是绝对不是跟农业是一样的东西 食品就是归食品 如果你加工事 可能我们就是符合GHP的一些基本规定 可是如果你要到工厂的话 那可能规定又更多了 因为你可能减 受减的单位 就不是可能一个了 就可能是好几个 有环保啊 卫生消防等等 所以他那时候 你最好是也是透过像HACCP这种系统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完整的 就制作流程 还是说检验规范 然后一些 你就依照他上面的指示下去做 可能就出错率会比较低了 加工品项的增加 人力或者设备 也都必须同步升级 才能够提高生产线 因此他争取农委会相关计划的协助 顺利取得部分资金 整设加工二厂 直到现在已经投入了5000多万的建厂成本 才达到居住成果 做这个的门槛 如果你要做到非常专业 的确是成本花相当高 可是他相对的 他做出来 当最后的商品也是 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可是我还是在这边要大概呼吁一下 农友如果假设真的要做这个 一定要三思而后心 要先评估完 有没有必要要做到这么高等级 还是说你直接给别人加工 给别人代工啦 那因为你花下去的 因为我们这个 这种设备跟汽车不太一样 我们这种同样花200万的设备 汽车后他可能是每年足10%在掉 可是这种设备买下去就基本上就先掉五成 大概五年之后大概就剩三成 甚至两成 所以我们在投入的时候一定要特别考虑清楚 那还有我们现在初级加工 其实做出来的商品 其实如果要去像希望广场或花博 其实他就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了 所以可是是不是需要做到这么高端 就是要看农友自己的志向跟一些勇气 还是奉劝一定要三思后行 这是我对加工做这么久以来的一个 一个算是体认啊 这个花下去就是蛮要有一定的勇气 前草堂成为了花莲第一家有机山苦瓜加工厂 从有机农耕到加工全程一条农作业 连续两年荣获山苦瓜茶精品奖项 山苦瓜第一品牌 有机红浆黄粉 全程农场指引 同时也让在地小农的产销 获得品质最好 领先市场的先机 小农丝 记者林杰花莲采访报道